澳洲国立大学班杰明·裴宁教授 15日于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宗教生活实践研究群 以维新圣教为主题进行专题演讲 维新圣教国际中务发展中心主任原新法师 带领维新圣教学院第三届应用一经研究所研究生 一行20余人前往聆听参与 裴宁教授以维新圣教的风水法脉和道统 为与会的研究学者们介绍维新圣教此一台湾新宗教 将其与维新圣教接触 合作一经期间所研究了解的维新圣教风水法脉道统传承 提出分享给与会的研究学者们 裴宁教授首先说明 目前的国际学术界对于华人新宗教的研究不足 未能充分理解当地文化和历史 因此大多以西方一神信仰的角度来分析 并不能真正地探讨多神信仰的东方宗教之核心问题 裴宁教授因此选择自由保导台湾的新宗教 作为其研究对象 尤其以维新圣教研究为主 能够帮助他在各项目进行更复杂深入的解析 裴宁教授指出 其对于台湾的研究 始于他在台湾的教学生涯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中华的文化 语言 以及国族认同等问题 促使他开始研究台湾 裴宁教授在对照西方神学和宗教观念的基础上 以宗教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风水相关的历史文献 和维新圣教混元禅室的开示内容 探讨维新圣教的宗教现象和类型 主要集中在中国 日本和台湾的风水法脉传承因缘 显示出风水对于东亚国家的关键性影响 中研院民族所张巡所长 丁仁杰副所长 高尘阳研究员 以及政治大学宗教所李玉珍所长 林静志教授 皆对裴宁教授精彩的演说进行提问与讨论 原新法师最后补充说明 维新圣教的法脉认同是有层次的 分别是天界 人间和地脉 是具有特色的宗教研究角度 借由此次演讲讨论交流 维新圣教的研究得以吸引更多学者参与 让维新圣教消灾化解 世界和平的宗旨理念广传开来 维新记者陈玉美 游慧玲 台北报道